山友把直升机当小黄 消防局求偿207万 夏季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更感动 感动的是我可以活着 七年我也一直都在山梳 没有离开过 从来没有像这一次 有那么强烈的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 仅消五成龙眼眶红红的 为了救独攀的夜深井 他和另六名伙伴受困山上 整整四天 前立法院长王津平 以全国易消总队长身份 今天特地到南投竹山 替参与救灾的同仁打气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 这趟超级救援 消防局对夜深井求偿的金额 不断这家 直升机连人带油料 一趟两小时 19万6 5趟196万 17名收救援的超勤废汉物资 11万5 通勤及南投县消防局 向他求偿总共207万5千元 落跑三游会引起全国公愤 就是起因于第一次求援 他却半夜把营络跑 听到他的女儿说 他跑 我跑掉 三公尺难道我是瞎子吗 他看不到帐篷吗 过救后等了失忆症 你自己有没有离开 都不知道吗 我会再努力的去回想 你说不知道忘记 有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来看看怎么解释这个他讲的话 当下你不见的时候 我是冲下去找的 我又担心说 你在路上又出了状况 他不仅害七名锦销 受困山上 还有人因此高山症 第二次求援又为了护包脱钩 致救难人员于险境 尽管他的行为 让锦丽霄气到想打人 但是讲到山区收救 大家还是充满热忱 我不会为了这个事情 被打倒的OK的啦 以我们的使命来讲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 在为民服务 是不是制度上 能不能够再更完整 都要能够去保障 山手人员的安全 地方中心 南投报道